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北欧国家在面对俄罗斯威胁下 如何重新修订他们的危机应对建议 瑞典、芬兰和挪威这些国家最近开始向公民提供更新的生存建议 因为他们不安地注视着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持久战争 这些国家在面对不断增长的安全威胁、假信息和气候灾害的背景下 正在加强其危机应对措施 瑞典的最新紧急准备手册告诉国民 我们生活在不确定的时代 这与六年前的情况相比 显示出局势的严重性与迫切性 芬兰和挪威也相继发布了他们的指导方针 这些更新反映了对于俄罗斯的高度警觉 尤其是在芬兰与俄罗斯拥有830英里的边界之后 这些国家的官员们强调 随着全球安全环境的恶化 战争准备的重视程度已经大幅提升 瑞典的新手册长达32页 几乎是2018年版本的两倍 并且更加详细地提供了避难和撤离的指导 甚至包括特殊需求人士及宠物的应对措施 瑞典政府名言 如果瑞典受到攻击 我们绝不投降 这是一种强烈的决心 显示出他们对安全局势的重视 随着局势的发展 这一切都在暗示着北欧国家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北欧国家因应俄罗斯威胁 更新维基应对指南 北欧的寒风中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息 瑞典、芬兰和挪威 纷纷更新了应对战争及其他维基的指导方针 随着俄乌战争持续不断 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的警惕新日益加深 回溯六年前 瑞典上一次分发全国维基应对指导时 俄罗斯尚未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 瑞典也尚未因应形式加入北约 而今 乌克兰正与俄罗斯陷入持久战 国际领导人意在准备迎接 可能再度成为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 带来的保护主义浪潮 环境变迁的威胁亦不断扩大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 瑞典政府在新版应急准备手册中告诉国民 该手册于本周一开始分发制个家庭 与瑞典类似 芬兰于本周一发布了新版的线上维基应对指南 而丹麦和挪威则更早在今年内推出了相应的指导 他们试图让民众更好的应对充满安全威胁 虚假信息、网络攻击和气候灾难的世界 虽然新指南并未直接提及俄罗斯 但瑞典和芬兰的官员在周二告诉纽约时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影响了他们做出这项决定 最显著的变化是对战争准备的加强关注 以及警告语调的加重 瑞典民防局的应急顾问Svanteberger表示 全球安全环境变得更加难以预测 芬兰内政部的通讯总监Erika Koistinin表示 她指出不仅是乌克兰的战争 还包括本周波罗的海光纤电缆的疑似破坏事件 中东的冲突 以及俄罗斯与北韩日益紧密的关系 都令局势更加复杂 北欧国家长期以来对这个东方邻国持谨慎态度 芬兰与俄罗斯共享着830英里的边界 并于2023年加入了北约 挪威在俄罗斯血减天然气出口后 协助欧洲人民过冬 对于俄罗斯间谍在两国之间的边境活动表示担忧 瑞典则在最近发布的手册中警告 军事威胁水平正在上升 并于3月加入北约 瑞典政府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一安全形势 Werger先生说 总体观点是不能排除武装袭击的可能性 周二 普京总统正式降低了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门槛 此外 据官员称 乌克兰在美国政府授权后 首次向俄罗斯发射了美制弹道导弹 乌克兰的战争影响了乌克兰 但也影响了我们的安全 挪威外交部长Espin Barth-Eider在周二表示 因为自2018年以来 世界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挪威民防运动负责人Tor Kempfjord在电子邮件中指出 他提到的一项变化是 挪威人应做好维持一周的自己自足准备 而非以往的三天 我们面临着本的区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 Kempfjord先生说 并指出气候变迁影响的恶化 以及更广泛的数字安全威胁 对于瑞典来说 危机或战争时的应对 首册是该国备战措施中的最新一步 首册长达32页 几乎是2018年版本的两倍 其中包含更多关于如何寻求庇护 以及如何撤离的细节 Werger先生表示 此外 首册中还新增了一个专门针对 需要特殊协助的人和宠物的部分 下个月 瑞典议会将就一项国防法案进行投票 该法案旨在未来五年内增加军事和民防支出 如果瑞典遭到攻击 我们绝不投降 手册中写道 任何相反的建议都是错误的 这句话现在在手册目录后的首页上 在2018年版本中 这句话曾被藏在第12页的辨别虚假信息 和家庭准备清单提示下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瑞典、芬兰和挪威加强危机准备 是合情合理的 当今世上安全环境确实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尤其对于在地理上靠近俄罗斯的北欧国家而言 更是如此 芬兰与俄罗斯共享830英里边界 瑞典和挪威 在安全问题上一直保持高度警惕 这些国家有必要为其公民准备更好的应对措施 以应对可能的战争威胁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 未雨绸缪能够在危机来临时减少损失 正如二战期间 瑞士的全民动员和防御准备 便有效地将其不受战火波及 如今 随着全球安全形势的恶化和气候变化的加剧 北欧国家更新其危机指导无可厚非 这是负责任的政府行为 以保护国民安全 这种危机准备的升级可能是过度反应 虽然国际局势的确不稳定 但不应忽视恐慌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历史上过度的战争准备曾导致社会资源的错配 和民众心理的恐慌 比如冷战时期的核恐慌 让许多国家投入大量资源建造和掩体 最后却发现这些措施多半无用 现如今 北欧国家或许应该更关注合作与外交 而不是只专注于应对战争可能性 北欧国家以其长期的和平稳定 福利国家著称 过度强调战争威胁恐慧改变其社会模式 甚至损害公民的生活质量 应对不确定性需要理智与勇气 而不是恐慌驱动的政策改变 然而 准备并不等同于恐慌 反而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北欧国家提供的危机准备手册 是为了让人民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能够更好的自我保护 这种自我防护意识的提高 正是面对现今全球不稳定局势的必要措施 况且 瑞典和芬兰的做法已得到历史验证 回顾二战期间的苏芬战争 芬兰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 尽管面对苏联这样强大的对手 仍能成功抵御 如今 改善危机准备计划 并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战争 还涵盖了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等现代威胁 这些国家不仅在更新准备手册 还在提高军事和民防支出 这代表着一种全面的安全思维 旨在保护国家的长期稳定 即便如此 这种全面备战的思维 也可能导致军事化的过渡 芬兰 瑞典和挪威应该考虑到军事升级带来的后果 这可能引发军备竞赛 甚至引起邻国的不安 尤其是当前的国际环境中 武装力量的增长并不一定能带来长久的和平与安全 过去的例子告诉我们 军备竞赛通常导致资源浪费和国际紧张加剧 如冷战中的美苏对峙 两国都因大规模军备扩张而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 与其加强军事准备 北欧国家或许应更加注重建立信任和外交谈判 这样的方式不仅能促进区域稳定 还能在长期内有效解决彼此关切的安全问题 外交与对话固然重要 但在现实中 强有力的防御能力是确保谈判地位不失的基础 正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所言 和平是由力量支撑的 瑞典、芬兰和挪威加强准备工作 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外交努力 而是确保在谈判桌上不处于劣势 毕竟一个防御薄弱的国家容易成为强权威胁的对象 通过提高防御能力 这些国家可以有效地遏制潜在的侵略者 进而为和平创造空间 这些措施不仅是应对当前威胁的必要步骤 也是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 做好准备 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告诉我们 唯有强大的自保能力 才能真正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安全 然而 依赖军事力量来维护和平的思路 可能忽视了真正的根源问题 增加军事开支和准备 可能会带来短期内的安全感 但长期而言 却可能加剧国际紧张和误解 真正的安全来自于 国际合作和信任的建立 而非军事力量的较量 北欧国家长期以来是国际和平的倡导者 凭借其在外交上的影响力 他们应用软实力来化解紧张局势 而不是仅仅依赖硬实力 当今世界 跨国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等 无法仅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这些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合作 而不是各自卫战 最终追求可持续和平的策略 是在国际舞台上建立更多的合作伙伴关系和信任 而非单方面的备战行动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在这次辩论中 展现了对于北欧国家加强危机准备的不同观点 两者皆有其合理性 但也存在明显的分歧 楚天书的论点强调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特别是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威胁 他提出北欧国家强化危机准备是明智之举 并引用历史案例来支持他的观点 认为未与筹谋能减少损失 这一点不可否认 面对潜在的威胁 提升国家的防卫能力确实是政府的责任 这样的做法能够给国民提供一种安全感 并为国家未来的稳定打下基础 楚天书的论点重视力是惊艳 强调在不确定性中进行自我保护的必要性 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然而谢奇奇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 对楚天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过度的危机准备可能引发社会的恐慌 并且会导致资源的错配和国际间的紧张关系 谢奇奇提出的例子 如冷战期间的和恐慌 充分展示了过度军事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 他强调 北欧国家的传统应该是在和平与合作中 寻找解决方案 而非转向军事对抗 这一观点提醒我们 解决安全问题不仅需要军事手段 更需要通过外交和合作来建立信任 总的来说 两位变手都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但我认为楚天书的论点在当前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 对于国家安全的关注是合理的 然而谢奇奇的担忧也不容忽视 他提醒我们 过度依赖军事手段可能会使得安全问题更为复杂化 并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 北欧国家硬将两者兼顾 既要有强有力的防卫能力 亦要持续推进外交合作 以达成真正的安全与和平 唯有如此 才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 立于不败之地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你按下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